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他联系在一起 要把他联系在一起 啥呢 拉低 我们把他拉 我们知道这个单词叫抓 对吧 拉就拽 就这个样子 第二呢 我们等会就要讲到我们在纸头上去写字的时候 这个笔也是在这个画布上或者在纸上就是拉画出一条 拉出来一条一条的这个线 你想你画画是擦擦擦一下过去 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是从一个概念出来 它可能设到两种单词 废话少说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你要进入东西呢 第一 主要 这个单词你就认识啊 主要本来就是拉 我们不是还抓还有画画意思 我们都是说到他啊 第二是由这个主要这个得啊 转成这个特啊 得特不分 这个track 你眼睛盯着俩东西 这个词读就全部搞定 不是拉 就说话 这词读人不少啊 六十个 你就知道今天这个任务啊 还是蛮重的 不过简单啊 拉画有什么难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开始了啊 开始了 第一 单词记住 draw 拉 或者画 写 画画 对吧 draw 第二呢 它的词根是track 科没读好读成歌 track 歌 你也就凑合忍一下吧 好吧 老外科 歌不分 开始 第一 第一个单词 drag 歌 变成歌 就是一个单词 就叫拖 拖车 拖什么 拖这个就叫drag 就叫drag 就叫拖 拉我这个鼠标 拖这个鼠标也叫drag 无所谓啊 第一个就是drag 就是拖 拉 跟draw一样 第二 虽然这俩词诸不是一个 我们刚好有意思 我们就刚好说一下这个叫drag 他俩不是一个词诸啊 但是好记忆 你看这个drag 等于什么呢 drag 我们知道叫龙啊 什么叫龙啊 就是身子拖的长长的动物 哦 那个天啊 身子拉的个长 拉的长长动物 drag 好记啊 但是我们说一点啊 外国人眼中这个龙 咱们中国人眼中这个龙啊 厉害 吉祥 权威 外国人的龙是邪恶 一般是喷火 叫恶龙 啊 这不一样啊 地位也不一样 好 再来一个开玩笑的啊 dragon fly 啊 不叫龙飞啊 fly 做名词的时候 只带各种各样的飞虫 尤其指苍蝇啊 就各种各样飞 嗡嗡嗡的飞啊 长得像龙一样的虫 啊 龙苍蝇啊 蜻蜓啊 蜻蜓长得埋像的吧 前半截像个苍蝇 后半截像个龙 好啦 开个玩笑啊 dragon fly 记住就行了 第一 蜻蜓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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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了 主要这一组还是要记住drag啊 要拉啊 拉脱 好 进正形啊 进正形 第一 Drawer 最简单了 我们知道这个一二啊 我们当老师的特别不服气 我们老师 老师才是teacher 要不人要不东西 Drawer就是可以拉出来东西 你什么叫拉出来东西 抽屉吗 往处拉吗 这很简单 Drawer没有其他意思 第二我们要说不到这个draw 然后说这个draw draw也是个人向的 只要挽回拉的动作 咱们中国人这个词啊 太丰富 受不了 拖拉拔吸呀去鱼 我那个妈呀 这个中文真的是不得了 你呢 对于你来说 这个draw 记住一个动作就行了 你看不到我啊 就往回一蹬 那么这样啊 比如说 Draw the gun 拔枪 Draw breathe 深吸口气 Draw on cigarette 吸个烟 Draw money 取钱 我管他 都是这个动作 都是 往回这样一弄 可以了啊 中文太厉害 英文还是简单的 好 我们来看 那么再往下说这个话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你看我要画一个东西 在纸上 也是着来着去 好了啊 Draw呢 他也等于画 也就是写 为什么呢 古代的没有字啊 对吧 古代都是象形文字 都是画就行了 所以draw up 就是起草 就是写制定 Draw up a plan 对吧 我们来起草 我们来逆定 一个计划 这也没啥讲的 其实没啥讲 大家这就要复习啊 好下面有意思了啊 下面有意思了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词源上 他们俩 我先强调一下 不是一家人 但是好记 你看啊 draw叫写 写这个draw 把这个w啊 没写对 我们这种记特别好记啊 把这个w翻过来 哎呦 这个w跟m 你想这个手写底 w跟m也不太好分啊 把这个draw写成了drawm 这个w写成m 好了 Drama Drama呢 就是最早人来写啊 就是我们那个文体当中最早的东西 肯定是戏剧 什么是戏剧啊 就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事 我给他记下来 所以你看 古代最早的文学家 一般都是戏剧家 啊 写戏的 所以drama就是记录 就是写啊 就是戏啊 所以呢 我们讲啊 这个当然这个戏啊 到现在啊 也挺有意思啊 我们说第一 第二 我特地来了 这让大家加强印象的啊 咱们不是现在叫什么 这人戏多的 这是爱作 就戏精啊 外国人早都有这词 这啊 外国人早都有词 叫drama queen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这这好家伙演起戏来 她是女王 谁都演不过她 她的戏最多 叫戏精啊 drama queen 好了 这个也就说一下啊 也就说一下 OK了 我们来说个重要的事情 好了 那么有一个单词 叫dramatic Dramatic Dramatic Dramatic从字面上 一次 Drama叫戏嘛 写下来的东西 最早写下来的文本 对吧 Dramatic 我们很好理解 叫戏剧性的 这很好理解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戏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知道打一 不知道打二就行了 就是你知道戏的这个特点 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知道打一排练 不对 夸张 对了 戏一定要够夸张 这个情节 我们就讲 一定要够狗血 如果你写的戏平平淡淡 我们原来我经常讲 王奶奶的二十年 来这个电视连续剧 谁来看 每天就是起床 打扫卫生 做饭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戏一定要够狗血 够曲折 所以dramatic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意思啊 叫显著的明显的 引人注目的 这个戏必须要写的 比如出门掉沟里 爬上了被车粘 送医院又发现 主治大夫是前夫 这种才叫dramatic 才有人看 引人注目 够狗血 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dramatic dramatically 都叫戏剧性的 没有问题 第二 什么叫戏 人生如戏 其实人能活成戏的 有几个 大家都是平平反反过日 所以你才爱看热闹 对不对 街上 车撞了 大挖围一圈人过去看 非常引人注目 大家都有这 习劲嘛 所以记住 叫一人注目 显著的 明显的 OK了 OK 先打个一 先打个一 我们继续啊 这是第一个难点 过去了啊 dramatic 过了 走 第二个 下面一个单词 没什么好讲呢 draw back 就是draw back 中间分开就行了 把你往后拖 众人叫拖后腿 draw back 一看就知道 这个缺点 障碍 过 第二个 好了 我们来了 我们过去都知道 歌科部分 今天来个绝活 看好这个单词 给我念一下 叫draft draft 这是啥 这啥部分 大家看一下啊 佛歌部分 老外已经到达了巅峰 到达了人生的巅峰 已经佛歌部分了 好了啊 draw back 所以做名词 就是写出来的东西 叫草稿 做动词 叫起草 就是写 draw back 就是写 draw back 就是着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没有 好了 看到打个1 我们先往下看 他就是draw 他就是draw 佛歌部分 所以我们叫选拔的时候 这个拔又往处抽的意思 抽拉提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所以做动词 还有个含义 叫选拔 NBA每年有个选秀 选秀就叫draft 如果看NBA的人 就知道 哇选秀不叫truth 叫draft 也叫draw 挑苗子 draft 记住啊 佛歌部分 就这么爽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啊 画画 draw 我们说他画画 画画要画什么呢 要一定要画出这个tree啊 这个tree就是draw 先我念一下 这个单词叫tree 你不要觉得他是什么 什么什么 其他族人 这就是draw 除了桌不分 画画一定要画出人的什么呢 要画出人的tree 你才叫画画 要不你画的画 没人能认识 比如我要画成龙 这个tree的什么呢 我要画出他大鼻子 我要画刘德华 我发现我的偶像啊 都比较 什么都比较old fashion 我要画刘德华 要画他的这个tree的 阴沟鼻子 所以tree就是你要画别人的重点 叫特点 特征 好 我们再来一个单词啊 叫portrait 你看这个tree的还在这啊 就是你的画画 你前面有个人 你对着前面这个人 因为过去的画画都是人 站在这个画布前面 你对着前面这个port就是前啊 就是pre啊 就是pre pro 写错了啊 好 所以我们看过去画画人 站在你前面 你给他画 你把他的特征给他画出来 这是干啥 就是画肖像 古代就是画人 古代也不画什么山水 最早就是画人 把人画下来 就跟现在照相一样 好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忘了 这个他属于这个词 我们为什么 那个tree的怎么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课 要把它放在不同的组里边 大家理解了没有 你记单词 按足去记 你按这个足去记 他就不会乱 这个全是拉画写 对吧 那边是给 那边是给 所以你不会记错 你记单词 我们把它分开记 了解了没有 了解 先打个一 同志们 同志们先打个一 这就避免了你把行进单词 放在一起记 我们要不要把它隔开 放在不同的意思组里边去记 这样来记啊 好 下面portray 对着前面的人来画画 那就最早画画像 所以下面一个portray portray 动词 名词动用 它长成这个样 那么画像做动词portray 就是啥 就是画画 还是主要 还是对着前面 把前面画出来 比如说的picture portray the general as a great hero 说这幅画啊 把这将军啊 他就描绘为一个great hero 他这个古希腊的一个英雄 oh god 名词动用 小kiss 所以我们讲到picture picture 大家都知道画画叫picture吗 图片 picture做动词 也是描绘 一回事 名词动用 只不过这 这个单词 如果大家熟悉的 就啊portray 做动词portray 知道了知道了 好 下面再回到这个托和拉 这三样都是拖拉的工具 交通运输工具 我就不多讲了 这都是小学生词汇了 我把这三个列到这 你看到了没有 track tree truck 都是它 都是拉 垃圾 火车 truck 原来我最早记得 在地面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给他讲 我说这个tractor tract叫拉 tractor是那个 在地里面拉地的那个东西叫啥 好多同学回答我 啊叫牛 我的天 我的天 你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 牛那个单词那么老 还用你来造 所以我们多学一个单词 叫traction 这三样交通工具 它的traction又是拉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它都是拉 traction叫牵引 或者牵引力 都是拉 看到打个一 你看到了吗 这都是干啥用的 拉地的 拉车的 拉什么交通工具 拉吧 都是拉 好 下面一个 长得不太像了啊 刚才tract 我们那个tractor tractor的这个 这个这个 歌倒是没变 A变了 啊 A变成了E 啊 所以它叫什么呢 它叫trigger trigger指的是枪上面 这个扳机啊 扳机的这个扳 这个扳动 也是一种拉 这我就不用多讲了 trigger 也叫引爆装置 那大家猜一下名词动用 请你猜一下啊 把这个trigger扳机 做动词 它是啥意思 非常好啊 答案正确 不用说啊 引发 引起 引发 一般扳机 砰 就这个枪 这个枪砰 就发射了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叫the smoke trigger off the alarm 啊 说这个烟呢 它引发了报警 啊 trigger 这个记住 这是考试的重点啊 考试的重点 trigger 引发 好了啊 下边 下边这三个单词 可难整了 啊 这可难整了 难在哪呢 有我在 倒不难啊 没我在可就难了 第一个 track 我们先来看啊 track 这个track是啥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幅图啊 大家一定要不能辜负我的苦心 要记住它啊 track指的是最早马 马儿在这个 因为过去啊 这个地比较荒嘛 在过去 你看 我这好不容易找到 还没找到马 找到啥 找到个车啊 马跑起来 呼噜哗啦哗啦哗啦 在这个这个 比如说不用在沙漠上 在那土地上 哇 这个 是不是马的身后就拖出来这样一条轨迹 理解的大一 我们中文把它叫一记绝尘 理解的大一 看到了没有 是屁股后面 哇 拖出来 跑得个快 所以这个track是啥东西 很形象啊 他第一叫足迹 啊 足迹 马跑出来这个足迹 第二跑出来 你在前面跑 我跟着你跑 这叫啥 这叫跑道啊 轨道啊 铁轨 这些都是从这来的 啊 都是从这来的啊 你带头往前面跑 我跟着你 哇 这个东西 你将来把这东西修成路 他不就是轨道 铁轨 所以track 它是各种各样的轨道啊 甚至包括如果大家听CD啊 听CD啊 你第一首歌 对吧 叫track one 不叫什么first song 为什么呢 他因为他在这个CD上是一圈一圈 他叫音轨 都叫轨道 轨道啊 都叫轨道 各种各样的轨道啊 都是轨道 就是奔跑的足迹嘛 所以track听我说啊 做动词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比如马在前头跑 咱别说马了 咱们就说什么 虫子在前头跑 我呢 我呢 比如我 我吃虫子 我是虫子天敌 怎么办呢 我就闻着他这个味 顺着他这个轨道 我出去就能抓到他 所以track做动词叫追踪 啊 叫追踪 track就叫追踪 跟着谁 你在前面跑 我跟着你跑 理解的打个1 啊 做动词啊 track 啊 警察要track这个罪犯 啊 哎 理解打1啊 好了啊 track 好 这时候啊 这个track的CK 我们早都说了 是个麻烦的 老外分不清 暴怒啊 写成了CK 写成了思科不分 所以跟我念一下 trace 这个单词看起来不一样 他俩一家人 他俩一家人 而且这个trace 重点就是track 做动词的加强版 就叫追踪 你在前面 我我我我看着你的 我看着你的足迹 对吧 我们在森林里边 怎么找这个什么 哎 森林里边找什么 找猿人啊 我顺着他脚印 对吧 所以trace 做动词叫追踪追踪 看到了啊 两一个单词啊 做动词一回事 做动词一回事 好了 我们来看啊 先来看最简单的追踪 叫the police trace the criminal to LA 说警察一直追着啊 就寻着谁的这个足迹啊 寻着罪犯足迹 一直到了洛杉矶 第二 他的抽象用法叫追踪 什么叫追踪呢 我把这个中文词给讲一下啊 这个别 大家倒是理解不了追踪 啥意思了 追踪的意思就是追踪 它的来源 原因是什么 来源于 这个中文理解的 请你打个一 好吗 我现在害怕大家中文顶不住 这追踪 原因是就 because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句 叫her fear of water 这女的怕水 这怕水这个事呢 can be traced back 能够追踪到 能够追踪到 就是他原因是啥呢 原因是他小时候啊 这肯定在水里边出过事 a childhood accident 理解大一 就是这个trace trace啊 叫追踪 好了啊 就追踪到过去 追源头嘛 啊 好 剩下这个trace呢 做名词的时候 大家记得啊 一定讲什么呢 就是过去人啊 或者动物也好 为什么你看动物 走路都是轻轻敲敲的 那样敲敲走 就怕留下过多的痕迹 所以你要防止别人追踪 你的时候啊 做名词叫少量 中文也知道 叫蛛丝马迹 啊 蛛丝马迹 但这个都是非常少的 要从一点点的这种线索 所以这个trace就等于 a little bit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例句啊 叫cold water 冷水 can remove 可以除去 all traces of sand 可以除去 任何一点点的沙子 所以这里的traces 什么意思没有 就是一点点 啊 一点点 蛛丝马迹 一点点 理解大一 同志们 啊 理解大一 他们做动词 你看啊 都都是一个意思啊 动词 都是追 顺着你脚步 擦擦往前走 好 那么有一个单词 叫traceable traceable 从字面上来讲呢 他跟着动词来的 对不对 所以叫可追踪的 那么刚才说过啊 来源于 来源于就是他怎么用啊 叫a这件事 can be traceable to b 说a可以追溯到b 也就是a的原因 就是b a这件事情的发生 是because of b 听懂大一 听懂大一 traceable traceable 追踪 追溯 好了 没什么难点啊 没什么难点啊 就追就行 好 这个traceable 又出事了 刚才的traceable traceable 妈没写对 不知道咱们写成这德性了 写成traceable 了 哎呀 这个traceable 做名词 跟traceable traceable 没啥区别 就是路 路线 痕迹 踪迹 小路 啥意思 没有 请大家 我这有意思 啥呢 我请大家给我猜一下 这个traceable 既然做名词 叫路线 痕迹 小路 请问他做动词 啥意思 来 看谁给我猜一下 traceable 我把traceable 想做动词用 我启发你啊 前面的tracker 叫鬼道痕迹 叫追踪 traceable 那么一点点痕迹 追踪 traceable 也叫痕迹 所以他做动词 你就应该猜得到 你就应该猜得到 还是追踪 还是追踪 所以请看 traceable 一回事 顺着别人的足迹 顺着别人的痕迹 去追他 大家听懂了没有 这三个单词 做动词是一回事 听懂打个一 我相信你一定在笑啊 老外没有什么好神秘的 再见 好 下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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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技法 比较爽 词员上他俩 不是一家人 但没关系 你就这么记 你看trail 是各种各样的路线 痕迹啊 对吧 轨道啊 对吧 行了啊 这个老外 发这个traceable 的时候 现在能听见吗 能听见 打个一 有个人说他听不见了 下一大调 能听见啊 别吓我 别吓我 好了继续啊 老外发traceable的时候 听不见同学退出从今 traceable的时候 traceable不好发 老外是个笨嘴 traceable不好发 特替啊 我们把它叫脱落 实际上叫念错了 这个trail啊 这个t一旦不好念 因为他连续两个辅音 老外是念不出来的 原来跟大家发音课 跟大家讲过 这是略音的来源 为什么老外不能读什么 black数字 什么red letter 读不了这些东西 因为他不能够读连续两个辅音 tra两个连续读 有的难受 t不见了 变成rail rail就是现在正儿八经的路 是什么路呢 一般指铁路 rail 铁路 铁轨 所以这个rail啊 听看了啊 railway 铁路 rail road 铁路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 OK吧 OK打个一 OK打个一 还是路 还是路 还是轨道 还是路 还是轨道 跟train一回事 OK打一啊 过去了 过去了 过了啊 大家记得要复习 这些个最精彩的啦啦 为什么要鼓掌 我没有鼓掌 其实我拍了一下啊 看人多不多 一大堆人 你看起来好复杂 实际上好简单 我们只要记住 第一track就是表示各种各样的拖拉 就可以了啊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前缀 我喝口水 给大家时间啊 我喝完水 我就要问你 左边这些前缀是啥意思 看完的打一 就这一圈看完打一 我知道了 我知道啥意思 看完打一 让我复习一下 你真知道了 我们来对一下答案啊 全对的同学打一 全对的同学打一啊 你先看一下啊 你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对了 尤其这个re啊 我们上次讲到啊 他有的时候没什么意思 加强意啊 都对了啊 都对行了 可以了 都对了 我们就可以腾飞了 你就看看这个前缀 加上这种词根 其实让你看他数量多 好记 好 第一 abstract 我们先来念啊 叫abstract ab表示出远离away 我相信没有问题 track表示拉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什么 把它叫抽象的 这个抽 什么抽象呢 请大家看啊 就是我们从具体的事物当中 啊 把抽象的概念给他抽出来 就像右边这幅画一样 是干啥 我大概能看得懂 好像是一家人吧 这应该是一家人 孩子妈妈 反正我也看不太懂 所以这种艺术啊 你看不懂的艺术 叫abstract art 抽象的艺术 抽象 好 没有问题的 先打个一 抽出来啊 让他变得抽象起来 不是那么具体 啊 abstract 好 第二啊 第二 凡是上言的啊 走科研这条道路 其实你你写东西 写论文还ok 做实验还ok 我当年就记得 如果你走科研这条道路啊 当年老师管的最严的是 你的摘要 就是你论文呢 题目底下的 这个将来搜索 别人是搜你的摘要 不是搜你的文章 叫摘要这个摘 就是写在这个底下的 你这篇文章讲的啥 这个abstract 就摘出来 摘要做名词啊 这个混科研圈子的同学 你一定深有感触 我就不多讲了 所以 这个还是主要意思 还是抽象 所以abstraction abstractly 不需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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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on啊 抽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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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的概念 abstractly抽象抽象 还是抽啊 抽出去 第二 好 第二 是大家老背的一个单词 叫attract at啥意思啊 没意思 啊 借词没意思 啊 所以什么叫 什么叫 at没看到啊 什么叫attract的 就是给你拉过来 就给你拉过来 请看右下 这个图 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把我拉过去了 注意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 被动的时候 注意这个单词 是to 啊 比如说 a is attracted 这叫b吸引了a a被b所吸引 要用to 就跟addict 我们学过的那个上瘾 言听计从 叫b addicted to 记住的打一 难点只有这一个 啊 用to 不用别的 不要用b attracted by 有时候我讲 我该用b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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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就拉过来啊 就拉过来 什么意思 没有 吸引嘛 这个吸引 而且跟什么呢 跟中文的吸引 完全一样 中文怎么用你 你就怎么用 attract people 能够吸引人 好 attract the support 能够得到帮助 吸引帮助 还是什么 吸引资金 啊 吸引publicity 我们以后要讲到 关注度 啊 关注度 啊 比如我在这个什么 抖音上录了个视频 能够attract the publicity 吸引老百姓的关注 吸引大家的关注 啊 好了 接着往下讲 能够把你吸引过来的东西 叫attraction 啊 有时候也叫名胜古迹嘛 吸引人来玩 还有一个人 比如一个女生也好 一个男生也好 很attractive 请看右下角 这个的 他到哪 这旁边就聚了一大堆人 他能把人吸引过来 一定证明 我们中文怎么说呢 一定说呀 这个女生可漂亮 他到哪 身边围着一群男生 叫有魅力 这个能够理解吧 就是漂亮 就是有魅力 不管 不管哪一方面 attractive 啊 有魅力 attractiveness 就是魅力的说法 现在你会说魅力了吗 哇 他充满了魅力 什么叫魅力 叫魅惑 诱惑 古代这个魅啊 中文这个魅 看到有鬼了没有 就像丢了魂一样 能够勾别人的魂 就是我们说难听点 哇 某某人 哇 好勾魂 然后外国人讲 哦 能够把你attractive 能够把你吸引过来 啊魅力 会了吗 理解了吗 哇 谁谁 老王找的好勾魂 哦 好恶心 好了过了啊 理解打一 同志们还不理解 你会说魅力了吧 就是把人吸引过来 魅惑他人啊 博士好词 好 下面再来看 老师上课正在讲 看这幅图啊 老师上课讲的来劲 小朋友看 哇 窗台上停了只鸟 哇 小朋友 你看都被distractive this表示分开 track的就是拉 把你的注意力 拉到一边去 我的妈呀 这在上课 或者做什么事情 叫分心分神 没有问题吧 哎 分心了 走神了 好 用法叫A 这件事 distract somebody from B 我们一看就知道 A 咋了呢 把somebody 把某人 从B当中 给拉出来了 啊 给拉出来了 让A 让这个somebody 不在B当中 我们举个例句好了啊 叫video games 哇 游戏 distract him from homework 哦 或者吗 游戏让他 不能够专心做作业 啊 游戏把他从作业当中 给拉出来了 让他分心分神 理解的大一 用法 A distract somebody from B 理解大一 就这么用 啊 A让B分神 不要用make啊 叫A distract的 直接用啊 好 我想看 那下面这些也简单 你看一眼啊 distraction 名词 ED 啊 好了啊 好 下面一个单词 有一点难点 但无所谓 我们先来看啊 首先 双音节的单词 大家记住啊 名前 动后 这个重音规则 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再帮我打个一 双音节单词 名字 重音 名前 动后 好了啊 所以当你把这个 contract 念contract的时候啊 它是个名词 什么意思呢 做买卖 做生意 甲方乙方 互相不信任 对吧 当然信任也得建立在什么 有contract的这个计则 就把两 甲方乙方 牢牢的拴在一起 对吧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咱们就先得定一个contract 把两个人牢牢拉在一起 都不要跑啊 一手钱一手货 所以它叫合同契约 这很好理解 拉在一起 第二 我们来一下看 它所生出来这些单词 大家慢一点啊 在这慢一点 OR 表示人 UAL 表示形容词 sub 表示次 下 往下 次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好了啊 所以contractor 就是跟你签合同的人 一般叫什么呢 叫承包商 contractual 叫合同得 没有问题 那么subcontractor 叫分包 就是哎 比如我拿了个大合同 我把这个大合同 再转给其他人 我不干活啊 比如我接了个市政工程 我自己又没有工程队 我转给老王 包工头老王 这个叫subcontract 大家看到了吗 看懂了吗 我转给别人 我再转给别人 我往下转 把这合同往下转 我从中间转利差 这个叫分包 外包 好 没有问题的 打个一 没有问题打一 没有问题打一 这三个单子 没有问题打一啊 好 没有问题了啊 好 我们来讲 没有问题 都是跟合同有关系嘛 承包承包啊 好 早下看 当这个单词 看好了 念contract的时候 它叫动词 意思啥呢 还是往一起拉 这时候我幸好 找到了这幅图 大家看啊 这个pupil 我们刚好学个单词 pupil叫瞳孔 底下呢 大家看啊 在brightlight 在亮光和dimmlight 在暗光底下 请看这个瞳孔 在暗光底下 它会dialate 会扩张 我们还讲到 还没讲到dialate 好 在亮光底下 它会contract 叫什么 往一起拉 往中间拉 把这个通过 通过肌肉 中间拉 叫什么 叫收缩 你理解了吗 收缩 那收缩 理解的先打个一 我怕你这点理解不了 没有问题吧 往中间一起拉 收缩越边越小 所以它叫收缩 缩短 缩缩 都叫contract 做动词 叫contract 好 这个时候呢 看了啊 这个收缩 萎缩啊 我们跟中国人用法 又完全一样 收缩 萎缩 变短 变小 一样的 比如说 economy contract 经济萎缩 直接用 啊 经济不好 经济contract 直接用 经济萎缩 呃 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 考研考过这缺德用法 它什么叫收缩 叫拉短距离 拉短距离 拉近距离 叫收缩 所以当你contract 后面跟疾病 尤其跟大病的时候 比如爱滋 哦 那叫得病 因为你跟病之间的距离近了 叫传染得病 好 这里理解的打个一 以后contract 后面如果跟的是病 大家记住啊 就是得病 等于have 不要被唬住了啊 不要说 哇 这不是收缩吗 这不是合同吗 对啊 它有特殊含义 好 那么毕竟得病这个啊 用的太少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收缩 收缩这里啊 ILE 回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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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E ION 没有问题 名词ILE 易于怎样的 容易怎样 对不对 所以contractile 易收缩的 容易怎么样 contraction 收缩 没问题 过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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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下面就更简单了 下面简单了 放轻松啊 X向外 Extract 拉 好了啊 容易容易 所以 Extract 做动词 第一含义 就是抽出 拔出 还可以拔什么呢 我最害怕的 我的个妈呀 从嘴巴里边 Extract 你的 teeth 你的tooth 拔牙 那是最吓人的 想起来 我现在都肝疼 我的个妈呀 还有 从这个东西 水果当中 提取出来 精华 也叫提取 都是这个动作 理解 理解吧 理解 打个E 这没有问题吧 所有动作 这个很形象的啊 很形象 好了 OK了 OK了 所以叫pull out pull out 第二呢 他做名词 叫Extract 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呢 看这大瓶 多来劲呢 好 他叫提取出来的 那个东西 抽出来的 那个东西 叫提取物 也叫精华 所以这瓶 这瓶 是什么东西 是精油 他叫有机唇vanilla 香草 精油 看到了吗 提取物 精油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打个E 我们上课 才学了个精油 Essential Oil 这又来个精华 精油 好了 但是着重点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了 那么Extraction 名词 没啥好说的啊 就要提取抽取 有个特殊含义 我忍不住不讲啊 讲到人 说这个人是 French Extraction 什么意思啊 他最早的老家 就在法国 说你在哪 在中国碰到了个法国人 说你是怎么的 你说 I am a French Extraction 说我是从法国来的 你能想象这个动作吗 这个人从法国 低流过来 我是法国人 我最早老家在法国 理解打个E 理解打个E Extraction 以后碰到这种 前面加国籍的 就是把他从哪个国家 低流过来 老家在那 出身在那 剩下Extractor 我就不讲了 提取气 炸汁机 爱啥啥 好 下面我们来讲 钓鱼 鱼快的钓鱼 钓着钓着鱼 发现哇 鱼要勾了 旁边人就 旁边人肯定给你大喊 E Retractable Retractable 表示向回 Tract表示拉 Retract 非常形象 收回缩回 拉回 撤回 所以 Retractable 叫可收回的 大家见过这种美工刀吧 这种就叫 Retractable knife 它的刀刃 是卡拉卡拉卡拉 可以缩回去的 没有问题 大一 Retract太形象 我都不需要讲 Retract收回来 那个什么 电车 那个大辫子 可以收回来 家里那个亮衣杆 Retractable 太太乐 是叫太太乐 不对那是鸡精是吧 那个亮衣杆 好太太 对 好太太 你弄那个杆就回来了 也叫Retractable 好 下面一个 Subtract Sub表示下 Sub表示下 Track表示拉 本来我口袋里有20块钱 有些人给我Subtract 往下给我拉拉拉 给我捡了捡 给我扣掉了 没了 剩10块钱 就这样往下一拽 好了 叫Pull Down 理解先打一 就叫减扣 少 越往下拉 越蹬越少 没有问题 不需要讲 很简单 Subtraction 减法减少 Subtract 所以看着多 只要你抓住这个Track 这个词贼形象 贼形象 好 现在看这个Protract 我们来看Protract Pro表示钱 所以请看这个路 到前面还有 先看左边这不多 路到前面还有 还有还有 接着Protract 往前拉 叫延长 这是第一 第二 做事情 老板说 这周你得完成1000万的销售任务 到了周五了 完成了没有 老板再给我延一个礼拜 再给我Protract 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 再给我Protract 一个礼拜 再给我Protract 你就可以回家了 叫拖延 拖延 没有 你打一 理解打一 向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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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 延长 拖延 所以做人不能够Protraction 让你背单词 让你下课一定要看五字天书 八小时之内 你不可以Protract 你不可以Protraction 好往下 我来给大家下面再把这个Treat一讲 这个有意思 你顺着我这个思路去讲 它不属于词源 但它好记 好了啊 这个Treat 我们看成两部分 这个TR就是Track 就是拉 在Treat里面看到了一个Eat 什么叫 吃的 所以这个Treat 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含义 也就是它最根本的含义 是啥呢 用吃的古代 你不是古代 你不是想吃荤的吗 古代吃荤的 除了带着狗去打猎之外 你还有一种方法 比如捕鸟啊 捕这个什么 还有抓兔子吧 还抓老鼠啊 我忘了啊 抓啥 我们懂什么 都用R 对吧 都用吃的 把它吸引过来 所以它一个最重要 还是叫动物的R食 神 所以猫粮狗粮 你记住啊 猫粮狗粮 一个正宗的说法 叫Dog Treat 狗粮 狗神 用吃的 把别人吸引过来 那么到了后来 它就变成了一种礼 那么别人到你家来 对吧 你好歹得给人来点瓜子花生 拿点小点心 倒杯茶 对吧 变成一个礼 得有吃的 人家来你家得有吃的 所以把它叫招待款待 或者叫对待 没有问题打个一 没有问题打个一 所以这个Treat 才从这里才衍生了我们人类的含义 人类的含义 人来你家 你不能拿点Eat出来 跟人家EatEat 这种礼节啊 要招待他人 好 剩下呢 生病了 到医院 这时候呢 医生和护士就要好好招待 招待你了 当然不是给你吃的了 给你药 给你打针 啊 所以Treat在医院 叫治疗 就这 就这含义了 没什么了不起 好 大家仔细看一下 没有问题打一 没有问题打一 从动物的神开始 Dark Treat Cat Treat 猫神狗神到现在 好 所以我们来看了Treatment 所以它有上面所有的含义治疗 对待或者处理 怎么的怎么的 考试考过Undertreatment 叫治疗的手段不足 治疗的手段不够 处理不足 治疗不足 好了 没什么了不起 好 剩下一个 最后一个 大家记住啊 Retreat 这里的Treat 我们都知道Treat 来自于Track和吸引 所以Retreat跟Retreat 是一个单词 记住再说一下 都是一个单词 Retreat的表示缩回 主要Retreat的用的 比较具体 而Retreat的用的 比较抽象 抽象怎么说 我再考大家一下 Abstract 所以Retreat的 多用抽象含义 那什么抽象含义呢 第一 带着士兵去打仗 发现打不过人家了 赶紧Retreat 把部队Retreat回来 打不过了 撤撤撤撤撤 第二 别人给你的条件 你觉得不好 算了呢 我这个条件 我不要了 这个条件 我就Retreat 不要不要 放弃了 放弃了 不要不要了 撤退了 撤了撤了 再见 拜拜 老板 你给我 这个一个月 给我开200块钱 我必须要Retreat 放弃了 理解了吗 理解打个1 没有了 Retreat 我们讲完 Treat Treat就来自于Track 所以Retreat就等于Retreat 一回事 没了 60个单词过去了 38分钟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OK过去了 你看 讲了这么多 密密麻麻 要不要复习 必须复习 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好了 文件已经传到了 咱们的群空间里边 一定要八小时之内 一定要好好复习 听见了吗 我就这一点要求 一定要八小时之内 越早越好 你多复习两遍 我就更开心 好不好 好不好 OK了吗 OK打个1 我们下课了 我要吃饭了 肚子饿 好了 OK 下课 拜拜